德云社董事长一登台,粉丝们纷纷大喊师娘 当着师娘的面起哄大喊我爱郭德纲 王慧听闻后也开怀大笑,显得更加和蔼可亲 就是不知道回家后老郭会不会跪搓衣板 7月8日晚,郭德纲鱼签专场圆满结束 也代表着德云社的苏州之行圆满结束 三天三场演出,京剧鼓曲相声全都包含在内 让不少的德云女孩们感受到了德云社的魅力 郭德纲在苏州这几天也是收获满满 不但跟苏州平坛达成了合作 以后每周鼓曲社的演员都会在苏州演出 接下来德云鼓曲社和苏州平坛要开始一个大的合作 应该是每周我们在苏州都会有一种合作演出 记录是记录 除此之外,德云红事会也在7月8日低调地接牌 十天后正式开门营业 这一次的苏州之行,老郭可以说赚得盆满钵满 而且郭德纲还表示,打算在苏州开设德云社分社 以后苏州的德云女孩们有福了 不用天南海北的追星 在家就可以听到德云社的相声 也难怪郭老师会这么说 本来返场就是赠送的 给大家带来快乐 不能因为返场的几分钟 就忘记了前面四个小时的精彩演出 这也是演员们精心准备的小节目 每一次都能带给大家许多的惊喜 特别是卢云平的节目 就连郭老师都惊讶了 你是不是偷偷出去拜师了 返场作妖,怎么能少了孟贺堂 看到孟贺堂的节目老郭赶紧远离这个是非之地 不得不说,堂主是真皮 在台上都敢调侃师傅,难怪要IT 张胜啊张胜,牛郎啊试试 你这红娘是同事课吗 我报警了 别从头来的行吗 不从头来我还不会 张胜啊张胜 要老老师是轻奴的好灵 啊 想战兴 也藏在心爱之下 无独独听来 地独不怕 放大胆 人情 推上就要分开 不良酒 天不怕 也算个 是 天不怕 我 天不怕 天不怕 京剧演出当天 纵然是大雨滂沱 也阻挡不了粉丝们的脚步 这也让郭德纲感慨万千 老郭的这一番话 尽显格局 把传统曲艺发扬光大 一直都是老郭的心愿 也在不断地努力创新 将京剧谷曲换发出原本的魅力 如今更是将不太景气的苏州平潭 拉入了圈子 老郭的这番做法 无疑对南北曲艺的传承和传播 有着巨大的贡献